我们10月份我们主要是学习动物 以动物为主题 不然你夏天秋天来了 外面出去看 你们看到什么动物 你们出去看了 看到什么动物 现在出去 在你家乡 马鞋 鸽子 鸽子 小鸽我问你捐 狗 还有呢 兔子 具体想起来太多了 你说什么动物 你说具体的什么名字 鸭子 鸭子 马鞋 小猫 小猫 对 那我们这一次 还有鸡 还有鸡 龙村里都肯有鸡 在山东高米地方的一个故事 是我扫描扫上来的 然后安徒生学了个丑小鸭 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但是我们国内出的那个丑小鸭 公立学校的他很多山改 那萧老师的没有山改 原来是怎么写的 我就怎么写 我就怎么跟您一起分享 还记得了吗 读书 先读什么 四个步骤 还记得吗 先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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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书里面的内容 明白 内容你不能到 什么都明白 第三呢 要欣赏人家的优点 欣赏人家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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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和我们的圣经有什么价值观的冲突 和我们的圣经的价值观有什么 很团 这是我们学习的四个步骤 为什么这是四个步骤 为什么是四个步骤 因为书是人写的 作品是人写的 你连到那个作者都不了解 你怎么能够理解他的内容 第二 基本的文 我们明白内容是搞什么 词啊 句啊 理解他意思 灵语的 你翻译成中文才行 然后先读人家的优点 你不先读人家的优点 你学的干什么 对不对 他真是他的优点 虽然他的作者是个败坏的 是个堕落的责任 但是他有才华 你不能够否定人家 是个很有才华的 就是昨天我们学了 普利文利的 那个法国诗人 你不能否认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 先读人家的优点 然后价值观的程度 就像我们吃鱼一样的 我以前在各地讲那个基督化教育的时候 我们学的内容跟世界上的内容 其实大部分是相同的 人家学物理学 我们也学文学 人家学书学 咱们也学书学 人家学文学 咱们也学文学 人家学历史 咱们也学历史 人家学哲学 我们也学哲学 人家学 还有什么体育 我们也学体育 并不是我们把自己搞成个怪人 一直都要读圣经 那也不对 那你吃一头鱼 鱼应不应该吃 我们可不可以吃鱼 我们可不可以吃鱼 可以 真的吗 可以 你小妹妹吃鱼 给它吃吗 你小妹妹两岁 一岁的那个小妹妹 小弟弟 她能够吃鱼吗 不能 那怎么帮着她吃鱼 把吃去掉 把吃挑出来 要把吃挑出来 它可以倒成吃肉泥 对 你在这里上课 我也是这样 我得把那个吃给挑出来 昨天有人问我 美国的语文要不要买 还有外面的那个 你们可不可以读红楼梦 就是读什么时候可以读红楼梦 什么时候可以读西游记 什么时候可以读胡销三藏 什么时候可以读简爱 什么时候可以读福士德 什么时候可以读泰格尔的诗 你要我怎么跟你说 你会不会拔刺 你会拔刺吗 你刺鱼的时候你会拔刺吗 你不会拔刺就不能吃 会这样卡死 我小时候有一个小外公 就是我外婆的最小的弟弟 我们叫小外公 小外公不知道那天吃酒席 他一边说话一边吃 吃了一个鸡骨头进去 吃到这里 不是 卡死了 那个时候医学也不发达 那么当地没什么医疗设施 农村里头 吃个鱼 鸡骨头吃到这里会卡死 请问人可不可以吃鸡 可以 那他怎么卡死了 边说话边吃 然后骨头卡嘴里 对不对 鱼也可以吃 但是你把那个刺给挑出来 书为什么不能读呢 红楼梦为什么不能读 但是你能会挑刺吗 你能把刺挑出来吗 要的 你会吗 你能把西游记里的刺挑出来吗 只吃肉吗 你不会 那你要不你请人做 要不你自己来 就这么简单 总是有时候问我 哎呀三个基督图 不能读三个语啊 就让你玩阴谋轨迹的书啊 哪里都是阴谋轨迹 难道让我的儿子玩阴谋轨迹吗 当然不能让你儿子玩阴谋轨迹 那可不可以读 就这个道理啊 就这个道理啊 好 我们今天读了《龙面台》的这篇文章 叫做《称十诗的出发》 《称十诗的出发》这篇文章 我们读书先读人 我们之前呢学过一篇文章 《人在欧洲》 《人在旅途》的一篇文章 这个来自于一本书啊 这个《动荡的世界》 上次推荐给大家买过啊 也不知道多少同学买过 这个《动荡的世界》 是《龙面台》女士 在中国大陆出的一套商品 后来下架了 不好买了 她的文章呢 是我深深的受她的影响很重 她上次讲故事 她的文章里头 不光讲道理 她只是讲着一些故事 她出生在1952年 生于2月13号 生于中国台湾高雄 有个大辽乡的眷层 眷层 大辽乡是个地名 眷层是什么意思 就从中国大陆跑到台湾 台湾那是当兵的 有些家眷 在家眷呢 住的一个地方呢 叫眷层 她老家呢 似乎呢 衡阳人 衡阳人 她爸爸呢 是个布德里的军医 军医来跑到台湾去了 1974年 毕业于台湾从工大学外文系 她英语很好 当然她中文也好 这个我是很欣赏农国时期的教育 中文也好 英语也好 现在有一些的呢 英语呢 我不知道她好不好 至少我看了她也不怎么好 理解了 但中文呢 更丑 这就不好了 对不对 你偏 你这样中文英语都好 然后呢 在美国 坎萨斯州 过到英语文学的博士 1985年呢 她首先写的第一篇文章呢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发表在台湾 台湾日报什么的 后来呢 出了一本书 叫做龙用台评小说 野火急 出了发现了一百本 在台湾 台湾那笔喜欢古书 跟香港不一样 台湾人喜欢古书 出完了百本 是创销书 然后1988年呢 出了人在欧洲 她的老公呢 是个德国人 跟德国的那个丈夫呢 生了两个孩子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他们离婚了 这讲过了的啊 还有上海男人呢 这个动荡的世界啊 故乡 因为游戏同学是 帮助上插过来的 稍微讲一下 1999年呢 当时马英九 担任台北市市长 请达呢 做文化局局长 看到他跟马英九 也上个老乡 马英九呢 也是主席乡谈的人 但是呢 后来也是住了横扬 然后他的儿子叫安德烈 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专门为他儿子写的 叫亲爱的安德烈 后来马英九 做台湾总统 台湾的总统 他就担任文化部部长 没做多久 做了一任文化部部长 就卸任了 不适合这党官 他家庭关系 他是个女权主义者 他是个女权主义者 然后 然后其上男女平 但是他这个女权主义呢 跟现在的这个时髦的女权主义 还有点点不一样 我这里还没说 好的 那么他这个女权主义呢 还比较温和一点 一他结婚 现在一些女权主义 要不他不结婚 也不成孩子 他那个女权呢 也叫男女权 追求男女平等的意思 当然我们基督徒 也能够男女平等 但现在的女权主义呢 也就是叫人受不了 受不了 有时候很 讲话都充满了语言的暴力 跟人讲话就气势 很居高零下 气势汹汹的 跟你一经一经一经不一样 就是开骂了 就破口大骂 好像谁都怕他一样 除了你老公怕你外 外面男人不会怕你 现在他这个女权主义呢 就是比较温和的来着 强调的是女性 追求男女平等 追求价值 这个我们基督徒也认得 追求有理性 追求有才华 一样的干活 现在的女性主义 她只要女人的权利 也不要女人的责任 是吧 谁受不了 谁稀罕你 说懒听你 你猖狂 猖狂理得不理你 你怎么样 是吧 有一些人 偏偏做教会牧师这个 你做你教会牧师 我听都不去听你心里 假的 当然有一些小男人 他也愿意去听 那我没办法 有一个弟兄我劝他 家里面你要做头 你要担当责任 你别让你老婆到处去折腾 他很生气 那你生气 我就不说话了 对不对 为什么女权主义很发达 有些男人他不负责任 对怎样教孩子 怎样料理 在家里面有家庭何去何从之来 他不愿意思考 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全部甩给老婆 有些男女人就愿意 小男人跟大女人 他相互相成的 不愿负责任 那你没办法了 你们螺丝配上帽了 我们不管别人什么事情 是你们家的事情 对不对 别人也不适合于多者多舍 但是我们远离这种 我们的儿子不娶这样的女性 我们的女儿不嫁这样的小男人 那你怎么做 能用台女士 她不是这种猖狂的女性 她是强调的 叫女人的权利 平等 责任 不管是家庭责任 还是在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 这个很好 对不对 所以说我是很欣赏能源台 她是我精神上面的老师 她在文学的写作方面 凡是中国大陆出的书 能买得到的 我都买了她的学习 去跟人家学习 对不对 人家有优点 我们不歧视女性 但是很厌恶那种女权主义者 你爱怎么着 那是你的事情 就像我们的一个同性恋一样 能源台自己的 非常忧国忧民 她是那种 受过很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 能够关爱那些弱势人群 关心这个国家和民主的前途 这一个非基督徒来说来 我们是很欣赏她的 她2010年在北大的演讲过程当中 她发表了一篇演讲 当时是胡锦涛 做国家主席 她的演讲的题目 我不在乎大国的崛起 只在乎小民的尊严 这是很好的 每一个中国人 哪怕她最卑微最贫穷 她应该做人的尊严 虽然我们隔不了 对不对 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尊敬人家 包括清洁公 见了面 咱们楼下见面 都打个招呼 这是我能做到的 对不对 我不能够给他发福利 我没钱 我没有发福利 我也不能给他选举权 甚至我也不会为他争取选举权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选举权 对不对 这政治权利也没有 但是我可以尊敬人家 对不对 我不会因为他是清洁工 他收入比我低 我就看不起人家 这个基督徒不能做这件事情 我不在乎 他这篇很有名的演讲 晚上不知道还能不能收得到 我不在乎大国的崛起 我在乎小民的 他一直认为他是中国人 当然他也是台湾人 这个两者并不矛盾 还有2019年国内当时有一份冰点的杂志 冰点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谈义合团的 作者是当时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 我关起他名字了 写了一篇文章 弄义合团在中国历史上 其实义合团是一个耻辱性的事情 一篇愚昧的东西 导致了冰点杂志 冰点杂志是属于共产团 下面的一份杂志 现在都没有了 然后荣言台就写了一篇文章 写个中国共产团的 为了冰点杂志 很不平 后来他的文章 他的书成功大陆也下架了 他现在也不能够来 中国大学的演讲 来不了了 他只能在台湾一带活动 或者是其他国家 此人的中文学光中西 他的文章同所亦懂 我们看一下 看得清楚吧 看得清楚小老师 好的 这个题目叫成石狮子出发 中国石狮子 中国本的不产狮子 狮子是个外来的东西 但是中国人很喜欢狮子 你到大街小巷那些黄谷街 到门前都会吊一些狮子 这边这个故事是他讲的 他讲给他的朋友 我们读一下 石狮子一共三段 大家也学习 故事的开始过程和结束 你们也照着这么写 要不然学他干什么 以前给大家讲过 写故事你最少要分三段 最少开始过程还是什么 结束 我们看他怎么写 狮子整见过吧 门前的石头狮子 立开大嘴里含一粒石球 孩子们的小手伸进去可以波动 抹狮子脚 爪下玩着一个四脚朝天的乳狮 洋溢着稀稀环络 年节庆典里的狮子 披着一头卷花 争着一堆大爷 在鲁骨正正且舞且斗 寒太可惧 这是干什么 这是描写 中国人蒙前的狮子 还有一个中国人舞狮子 特别是每年过年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到那个舞狮子的情景 还有那些店铺 南方像广东店铺开店的时候 他也会找一些舞狮子来逗乐 他属于这偶像崇拜 少年时重新回一个天中的西方人 经过这样一个庙前 他摸着石室问道 这是个什么动物 我吃了一斤 狮子 没见过呀 他吃了一只狮子 这是狮子 隔着一座安静的狮子 我们惊讶的望着对方 问彼此的惊讶 这话很美 你朝鲜一下 你朝鲜一下 不要坐在那里玩 把你的笔拿出来 可以等一下吗 我这个还没穿完呢 对我等你 就是大家都抄一下 把黄色的部分都抄写一下 这句话 我帮忙你 现在来啊 我下雨露了 我可以把他布抄冰上 请不吴 谢谢愿 我下雨露了 我下雨露了 我们下雨露了 我下雨露了 我下雨露了 学完了吗 学完了 什么地方除了 道行之而成 物谓之而然 这里比较难懂了 我们做个祷告 刚才没有祷告 这里比较难懂 这个不要大家抄 但是要懂 我们做个祷告比较难懂 我们在天上的复生 我们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有一些难处 就是一些半文英文的话 出现在台湾的作品里头 我们同学理解的困难 求求帮助 也帮助我的老师有口才 讲话速度不要太快 因为如果所有套路太快 与普通话又不标准的话 我们同学们听起来很累 祝儿灵敏和看过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等一会 等一会 但没事把话怎么关系 道行之而成 故畏之而来 什么意思 这是中国古人常讲的一句话 道路是由人走出来 事物因为人们如此称呼 而形成的 叫道行之而成 故畏之而来 明白了这句话 意思没有 你念一遍 你在下面念一遍 道行之而成 故畏之而来 道路是由人走出来的 事物是因为人们如此称呼 而形成的 这道理我已懂得 那么出问题的时候 还是各有无畏之的名 多年以后 多年之后 在德国一个开马野化的龙庄里 读晚清文章 读到一个19世纪的中国读书人 描显他所见到的诗子 秉武下四月 于偶刻于虎 是马戏至 遂往关子 戏所在虹口 截足为物 虎忧可见此物 诗则不横见 其手内却色黄微黑 毛门容负面 锦下山上披肤 后半全类牛 为尾端扫大 盖于土话相传 五色烂斑者 书无不类 这句话什么意思 给大家解释一下 是文英文 你听得懂就行了 不需要把它背下来 不需要背 你就听懂就行了 秉武年夏天四月 于我偶然做客在上海 做客 或者说我偶然经过上海 是马戏至 就是当年碰上了 马戏团的人来了 睡网关子 我就过去看了 看 看了啥呢 细数在虹口 在虹口那个地方呢 有表演马戏的截足鬼物 就是呢 把它的竹子 扎起来 扎了一些竹物 竹物里头呢 表演马戏 虎有可见之物 虎老虎呢 江老师 虎有可见之物 狮则不横见的意思 是不是老虎还可以见到 狮子却很少见到 对就这个意思 你理解了你很好 老虎呢 慢慢来 我一句句就给大家解释 老虎呢 伤情呢 是我见过的东西 我见过老虎嘛 狮子呢 那狮子还不经常见啊 起手 他的脑袋呢 像狗 起手那一拳呢 狗 脑袋呢 像狗一样 色黄 皮肤呢 比如说 毛发皮肤呢 是黄色的 有点偏黑 毛 蒙 绒 负面 毛呢 绒绒的一层毛呢 这个呢 整个脸叫毛蒙绒 负面啊 颈下 散散皮肤 皮肤 脖子下面呢 像那个柳诗条样的啊 一排一排的像柳诗条样的毛啊 在下巴下面叫散散皮肤啊 后半全类牛 他那个啊 狮子的腰和屁股后面那一截呢 看似去像呢 牛一样的 只是呢 维尾 短 少的 只是尾巴那边 尾巴大了一点 对 对 对 干于图画相传啊 五色斑斓者 书不类 我们呢 中国人呢 已经画画里头 水墨画里头呢 也画过五色斑斓的呢 石子 实在跟真实的石子呢 书不类 太不一样了 书不类就是太不一样 类就是相似的意思 太不一样了 这种画的意思 明白了吗 我不要你每一个字的理解啊 这句话的意思 我这么解释 你都听懂了吧 听明白了 小老师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好了 我经常 因为我讲话说得很快 我经常讲慢一点 我妻子也为我祷告 你这个讲话说得快了 同学们听起来很累啊 头像狗 身体像牛 厨师真实子的独树人显然意外极软 这哪是他所熟悉的狮子模样 如果手剑是个死雕 他就有权力怀疑着全手牛身 是否扭出了狮子原心 或许妙前那卷发大眼的石石才是显示 但是他见到的是一只活生生的狮子 告诉他那五色烂斑子不是中像 中国没有活生生的狮子 所以妙前 画里 锣鼓 正正的狮子 是走了样的狮子 然而走了样的狮子 并不是谎言 因为它是图腾 图腾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给你们注视了一下 图腾 英语叫toten 直接翻译了toten 他记载神灵魂的载体 是古代原始部落信仰 某种自然或有血缘关系的 亲属祖先保护神等 而用来做本世主的非号或象征 原始部落对大自然的崇拜 是图腾产生的基础 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 及民俗民风 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 简单的说图腾就是这偶像崇拜 知道就行了 我们中国人崇拜狮子 认为图腾这个狮子 是我们的吉祥物 它给我们带来祝福 请问狮子能给我们带来祝福吗 它能够保佑你吗 能够保佑你神意形容同四海 财源茂盛打三家吗 有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 没有 但是我们把它当成 你不要把它当成偶像就行了 有的时候我们街上 我们生活在深圳 街上有时候开店了 我就舞狮子 我的小孩就去看 我说宝贝你不要去 那只是偶像崇拜而已 他们热闹一下 你看见了就看见了 没看见就没看见 爸爸不想带你去看 即使图腾 当然就无所谓走样不走样 这句话注意 我用绿色的东西标记 走 因为人并不追求真理 不追求真实的真理 他只是追求一个图腾 就像今天有一些人 他也信耶稣 他也信耶和华上帝 但是他是属于一种偶像崇拜 因此他不关心圣经是怎样记录的 他也不需要研究神的话语 更不会在乎有没有基督教教育 不在乎 因为他只是关心的一个图腾 这个神 这位神能保佑我 能够帮助我就行了 我怎样得到他的帮助就够了 我为什么要研究圣经呢 我又不想当末世 对不对 我又不想成为神学家 我干嘛搞得那么复杂呢 对不对 干嘛搞得那么 这就是典型的偶像崇拜 或者是迷信 因此就像龙英台所讲的一样的 当然就无所谓走样或不走样 对不对 毕竟有字也可 有字也而不可 有字也而然 有字也而不然 这话什么意思来一点 拗口 再来一遍 有字也而可 有字也而不可 有字也而然 有字也而不然 对龙英台可是英语文学的国师 就是中文也很厉害 要不然他不是中文的作家 就像我们的胡适一样的 胡适先生 在美国拿哲学博士 34个还法学博士 什么博士 社会学博士 但是中文也是一流的 英语也是一流的 拗口令不知道 这话什么意思呢 不都有本性 都有必然的东西 不才充其为物 这种本性是完全的充足的 忠性的 怜悯的 无所谓好坏是非 人只有无偏无私 站在正正立场 就讲 也就是经常说的 始终守核 天淡自然 才能认识这种本性 发挥这种本性 那就这个意思 的闹口令 你明白意思就行了 不得以谎言不谎言 去理解 人家就是一个图腾 就是一种偶像崇拜 他不是追求真理的 他也不在乎真实 不能以谎言不谎言 去理解 中国的狮子和龙 和麒麟一样 请问龙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龙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知道 有谁知道 他是什么头 蛇身 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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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身 什么尾巴 鹰掌 不是鹰尾巴 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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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爪子呢 鸡爪子 皮肤呢 鱼的鳞 这从不存在龙 不存在龙 龙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的偶像崇拜 因为我们是龙的子生 因为我们在中原大地 我以前跟你讲中国历史的时候 龙啊 他中国的动物很多 中国今天的物种也是全世界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以前是最丰富的 那我们崇拜动物 各种动物他很敏感啊 我讲过十二小的起源 各种动物他有一些特别的属性是人没有的 比如说你的力气也牛大吗 没有 你的牙齿有蛇的毒吗 你的鼻子能比狗闻得快吗 所以人就崇拜这些动物 崇拜这些动物把它合在一起就是龙了 它是这偶像崇拜 麒麟呢 麒麟也不存在的这种动物 麒麟是一种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生长着鱼鳞呀呢 还有像什么头啊 狗啊 兔子头呀 狗头呀 这种这种怪物 但是也是吉祥物 都属于这种偶像的存在 不存在的 找不到的啊 他在吗呢 一个民族 哎哎 你好 龙他是 我记得听我妈说 龙在圣经里面是魔鬼的意思 对 魔鬼的象征 但是他的龙跟我们这个龙不一样啊 我们这个是偶像 是 我妈妈告诉我说呢 因为中国人呢 他很无信 他是 他们就是呢 是魔鬼就是在他们心里 然后呢 就是他们会发明一些 所有不信主的人 再说一遍啊 不光是中国人 所有不信主的人 心里都是魔鬼在掌权 一切不敬畏神的人 他的心里都是魔鬼在掌权 在哪里记得的 以夫属书以二章的一到第三节 你去读写一下啊 以夫属书二章一到第三节 所有不敬畏神 神明没有重生的人 他心里都是魔鬼撒旦在掌权 不光是中国人啊 你光说中国人的话 就变成整主启示了 对吧 都是这样 美国人也是这样 欧洲人也是这样 当他不敬畏神的时候 他的心就是魔鬼在掌权 因为只有两个主 你的心里头不是上帝作主 就只能是魔鬼作主了 对就这样啊 尤其对不存在于 本土的陌生事物的想象 而任何对他者的想象里 都隐藏着一层 有一层对自己的头说 就是说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说你没有见过狮子 那么你所理解的狮子 是什么狮子呢 是你想象的狮子 不是真实的事 就像我们对美国 我们没去过美 不了解美国 但我们想象的美国都是呢 文字里头讲的 然后呢 拍一些纪录片 纪录片啊 不完全是真实的啊 人拍什么片子 拍视频的时候 他拍是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很多隐藏的东西 你不知道 对吧 没有以为我看了一个走遍美国的英语纪录片 我就懂得美国是什么样子的 不是 你所知道的美国是别人告诉你的美国 不是真实的美国 我 昨天晚上啊 11点钟的时候 有个弟兄跟我讲 让我看有没有兴趣去日本啊 因为日本现在经济状况很好 需要很多的劳动力啊 你如果有高中文凭或者是大学文凭的话 可以申请日本的劳动力 有些中国人他很受欢迎 工作签证呢 也很容易签 他说我真的没有兴趣 真的没有兴趣 我跟他说 他说我很有兴趣去了解美国啊 近前的教会的 美国教会的历史啊 去去找那个 比如说某个教会很近情 很爱主啊 他在末世啊 是很好 我在里面待三半年 我去研究这些历史啊 跟他们学习啊 就像唐僧西天曲金一样的话 我愿意去美国去学习 但是不是移民的 绝对不是移民 只是学习历史 学习他们啊 尽情的信仰 这个我有兴趣啊 或者是念美国的中文资料 研究中国 那我也兴趣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做一个历史老师 做一个写文章的人 我不能够想象美国 我不能够想象欧洲 要我去旅行 去学习一段时间 真可以 移民没有必要的 我的工作岗位在中国 孩子们去留学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下一代人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都没必要了 那讲个意思是什么呢 人很容易误会别人 尤其是我们没有 坐井观天的时候 很容易误会别人 龙云台先生 女士讲的话就这个意思 对他者得想象 他者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 叫他者 我们很容易误会别人 你知道吗 就像别人有人误会我们一样 打个比方来说 他没去过湖南的人 他这么说 所有的湖南人都喜欢吃辣椒 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所有的湖南人都喜欢吃辣椒 他也有人不喜欢吃辣椒 你不能说他 毛泽东的儿子 他就不喜欢吃辣椒 毛泽东自己讲 我喜欢吃辣椒 那我儿子不喜欢 你不能说他不革命 对不对 你不能说他就是想象别人 一定要去了解 我觉得你是这样的 那就是错了 你怎么能觉得 你一定要去真实的去了解 他讲的这个道理 这是实质的 然后讲下面的 我不满足于想象 不光想象多么卑造美丽 多么大一领的 古人告诉我要读万卷书 可是古人不能告诉我 那万卷书里有多少想象 多少谎言 今天也是一样的 所以行万路 到最后鞋子走破了 头发走白了 这个字是我复印 是我扫描的 扫描的时候 他有些字扫描 软件他说错了一点 头发走白了 也不过是从庙前的狮子出发 安静的出发去寻找生活 让认识活生生的狮子 他比喻 这个道理就讲得挺好 龙云台女士讲 我们读万卷书 你知道书里头多少是假的吗 多少是谎言吗 或者说他自己都不知道 讲的是假话 他是想象的 所以我们要行万里路 那怎样行万里路呢 他是不是说这个狮子 走到那个狮子那里 你还是妙前的狮子 对不对 那也没有用 你必须找到真实的狮子 才上是行万里路 对了没有 这解释得很好 这值得我们学习啊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啊 我就提上游学啊 游学是有什么呢 不是到那些假的民生古迹去看什么 房古街啊 那些这个 你要看真实的 我带我的儿子和女儿出去旅行 我到长沙去 比如说我一定要去拜访当地的教会 因为人才是真实的 你看到他当一个教会的人 让他讲说他们是怎样信耶稣的 这条教会 不然是教会的外物的 外面的那些文物啊 多少已经破烂了 比如说我们去香亚医院的时候 香亚医院是传教士办的医院 但是那些基本上跟传教士没什么关系了 就是那个垃圾堆里头 还有个石子架在那里 我就看了 就垃圾堆旁边 还有一个我们妈掉的 红色的石子架在那里 还有什么关系 就像庙前的石石子 无万卷十五行万路 你要看到真实的石子 如果你转来转去 都是看的石头石子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比如说你去美国旅游 你说我也去过美国啊 我了解美国 你到美国就去吃美国了 就是什么 打曼当脑里头吃快场 到那个行榜课里头喝卡粉 然后在地形姐妹家吃两餐吃三饭 然后呢你玩了点游戏 那你去美国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你看到的就看石子 你还看那石头石子 你要看美国人怎样吵架 你看美国法委员怎么打官司 你看美国的教会怎么聚会 美国人怎么游行示威 美国的大学怎么办学 美国的公司怎样经营 我就在广州 我都看了就打官司 我去瞄一下 你干什么 瞄一下不可以吗 法律不是规定的可以 可以观摩吗 我就来看一下 我没别的意思 你一定要看到真实的石子 他讲的是这个道理 他说的是不信主任 但是他在解释这个古万卷书 行万里面的 我没有见过比他解释得更好的 没有见过比龙阳台解释这句话 解释得更好的 到今天为止我没有遇到 他说你看见真实子以后 你才知道实实子是怎么回事 也逐渐的明白 图腾 谎言 真相 所以户外表里也有着不容否认不可忽视的差别 你肯定见过石子 只是你见到哪层意义上的石子 我可不知道 他是专门写给中国大陆的 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太封闭了 我们就像我们所见到的美国 我们所见到的欧洲 只是我们中国人编的美国 我们中国人编显的欧洲 就像石子一样 我们不了解真相 知道吗 好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堂课我们再讲 9点24过来 9点24 好的老师 9点24 好的 好的 你将我昂置在私底的尘土中 全泪围着我 而当环绕我 他们扎掉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骨头 我都能输过 他们等着眼看我 他们送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面 就耶和华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助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 求我的灵魂脱离刀剑 救我的生命脱离全泪 救我脱离十字的口 你已经颖远我 是我脱离野鸟的脚 我要将你的命创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你们尽为耶和华的人 要赞美他 雅各的侯仪都要荣耀他 以色列的侯仪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没有藐视着我受苦的人 人也没有想他烟灭 那首枯枝呼吁的时候 他就追击 我在大会中 敌赞美你的花 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尽为耶和华的人面前 光我的愿 谦卑的人 彼此的帽主 寻求耶和华的人 彼此的帽主 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害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心灵的包藏 我害去谁呢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臭笔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 酒磅跌不到 虽有军兵 暗影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心起到柄 风击过 我必定就安稳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扬她的容眉 在她的殿里求温 因为我早遇荒 因为我早遇荒 在她亭子里把我藏在她 张牧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庞石上 现在我的一岸手 高过四面的筹笛 我要在她的张牧里 黄然心急 我要尝试歌颂 从耶和华 耶和华 我用声音 呼吁的时候 求你一句题 并求你来学我 应允我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别 那时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不要向我烟灭 不要发怒当主仆人 你想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 你什么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力气我 我父母 努力气我 耶和华 他必收留我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赢我愁地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淡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 敌人随起所远 因为王座 见证的和口徒 许言得起来 我 我 不信在过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伤当了 要等候也和华 当中当 见过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也和华 奢 become 神耶和华 神阿螺 你生我的圆 像不虔诚的国 为我便去求 你就我脱离 跪扎不易的人 我们开始了 视频 我的视频就不打开了 我们刚才读完了 这个狮子的第一个故事 一个是三个故事 这个以上的他我做了一些评论 这个评论是我 你们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 反正你可以打印一下 因为我有时候讲课的时候 讲着讲着我怕漏掉一些东西 所以我给大家看的这个PPT 还有这些文件 主要是我替我自己服务的 因为我怕漏掉什么东西 我原来预备的东西 我昨天预备了 我今天预备了 忘记了怎么办呢 所以做PPT就这个意思 所以老师这个教学这个课件 所以你这个课件 我特别印了一个别样的肢体 你看也好不看也好没关系 再这样子跟人家学习 就是说他如果讲个故事呢 就指出我们中国大陆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是很封闭的 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就像一个石子一样的 是个图腾 不是真实的石子 那图腾呢 实际上也是偶像怎么办 你所追求的民主 你所追求的自由 你所追求的科学 个人家是两码事 这原始的 就像吃菜一样的 我给大家 保证大家理解 你在深圳啊 你想吃地道的安徽菜 吃得到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你告诉我 你才为什么 地道的安徽菜 为了这个问题 我以前不知道是这样子 那一段时间呢 我是去搞那个 那个媒体策划 我在二十几年前 那是二十五年前 左右吧 大概是来的时候 我在深圳晚报 我们做了一些 隐私娱乐的策划 那我是个编辑 当时安徽最有名的 一个酒店 叫做烟花三月 烟花三月 在深圳华强北那里 我们跟老板讲 我们在深圳的安徽菜 都不是 老师是不是有句诗 叫烟花三月下阳洲 对对对 另外一句 我是讲这个酒店 我是讲这个酒店 这个安徽菜 一个酒店 老板跟我说 他说你在深圳 没有地道的安徽菜 也没有地道的湖南菜 为什么呢 因为深圳在地方气候太热了 你要吃地道的湖南菜 你也受不了 你要吃地道的安徽菜 也受不了 你就必须把它口味简单一点 比如说我把我们湖南的腊肉 直接拿过来 然后按照我们湖南的菜 就炒了 那个什么红椒啊 这么炒 普通广东人吃了 就受不了 他会起火 嘴巴会起火 会了 这起泡 俗话叫起火 吃不了的 他一定要改的 一定要改的 人 别的东西 信仰也是一样 我刚才讲 我为什么想到美国去 去研究基督教的历史 去研究金钱的信仰 或者去以色列研究教会的历史 你要看到原来的是什么 伊利米六章一十六章 你要寻回古道 人会改 哪怕他是跟金钱的人 他也会把你的改一点 你看那个马太亨利的 那个圣经注释 英文版的和中文版的 就不一样 他就给你改了好多 那你怎么办 你要寻求原始的 当然我不在讲远了 就狮子样的 龙云台讲的狮子样 你见到的真实的狮子 和你门前那个石雕 完全是两码式 那你要反思自己 你多少信息是假的 我们做中国人 你所知道的民主 和地地道道的希腊民主 是有一回事吗 你所知道的自由 和圣经里头的自由 和罗素的自由 和洛克的自由 是一码是 你所追求的科学精神 到底是什么科学精神 我们今天讲 到底科学 中国科学太落后了 卡脖子 你知道什么是 真正的科学精神吗 你就研究那些 伟大的科学家 称牛洞 为什么他牛洞同时 也是相信上帝的 我们你要从这篇文章 感受到一点 我们太有限了 不要说在上帝的面前 就是太有限了 你在一个有见识的人面前 都是很有限 我们是井底之蛙 我们包括萧老师在里 井底之蛙 建的东西太少 多见识 我老家一同学跟我聊天 你去骂美国 说美国如何如何的差 我不跟他争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认识几个美国人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50岁了 你跟几个美国人打过交道 你说美国是邪恶的 我也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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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是美国人 美国人没有花钱 让我跟他辩护 对不对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去过美国吗 你认识几个美国人 对不对 你说穆斯林是邪恶的 今天很多基督徒 说穆斯林 伊斯兰教很邪恶的 我问你 你认识伊斯兰教吗 你认识几个 你跟他打过交道吗 你跟他做过生意吗 你去过他家吗 你见过他准备养儿育女的吗 你怎么说穆斯林是邪恶的 或者说你说穆斯林是善良的 这是真教不一样 有些人说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你跟几个以色列人打个交道 他真的善良吗 他多善良 你跟他来往过吗 你所熟悉的以色列人 或者犹太人 是书本上的犹太人 还是现在的美国的犹太人 或者是真东的犹太人 你认识几个 你凭什么让我夸奖人家 对不对 我认为我经常不敢随便发言 因为我不是说 就像苏格拉第一句名言的 我跟你的无知不一样 我也是无知的 但是我知道我是无知的 你不知道你是无知的 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我们的区别就这个区别 我知道我是无知的 你不知道你是无知的 我很渴望 这昨天晚上 我本来不怎么渴望的 没那么强烈 昨天晚上跟我聊到11点多 我本来很早有10点钟 我就睡着了 弟兄我一直为他祷告 他想拿个工作签证 他生这么过去的 他现在拿到工作签证了 三年的工作签证 开心的要死 日本的薪水高 他拿到日本的三年工作签证 他邀请我一过去 对不起我这样是小弟兄没这个兴趣 没这个感动 但是你有了弟兄来喜乐了 我也为你祷告 很开心的时候聊这件事情 我聊着聊着 我说弟兄你给我指定一条路 有没有机会让我研究一下 美国敬请的教会 美国敬请的信仰 那我也兴趣 跟日本去挣钱 对不对 你去挣钱是很好的事 是美事 但对我来说不是 我为你感到很开心 为你祷告 为你感谢上帝 我为你那是你的事 因为美国敬的呼召不一样 好 我们就讲第二个故事 讲第二个故事 就第二个了 也是关于狮子的故事 曾经跟孩子们讲过一个童话 一只心搞气傲的小狮子 听说人是最怪的东西 于是出发而去找人 向个人一番教训 心搞气傲大家写一下 写一下这是个成语 以后你写文章 也印得到这个成语 少写一下 黄色的部分 路上碰借一栋 有长脸 大耳朵 短腿的四条骨 你是人吗 狮子大声吼着 树林的叶子抖落 这是夸张 这种夸张的修士法 请问吼叫一声 那叶子会抖落吗 你吼叫一声 那叶子能抖吗 你怎么吼着 那女高音的南高音这么合 一直会抖落吗 不能 这是一种羞耻方法 这叫夸张 夸张的羞耻方法 在《三国演义》里 那个张武飞 大鹅鱼声黄河之水 倒流三次 你信吗 你信吗 龙鱼声 张武飞大老长板桥 黄河之水倒流三次 你信不信 我不信 不信 但是你能说三国演义 你撒谎 你写错了 能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这是夸张的羞耻方法 飞流直下三千 只能是羞耻方法 大家一点出于羞耻 羞耻 他让你知道是假的 本来就是假的 就像魔术样的 魔术是不是骗人 我问大家 魔术是不是骗人 是的 那魔术犯不犯法 不犯法 魔术它只是给别人表演一种节目 它是表演艺术 魔术是个表演艺术 他告诉你是假的 魔术都是假的 这是个表演艺术 不能叫骗人 魔术那叫表演艺术 他告诉你是假的 他没说他是真的 他把人都窃成两半 脑袋在那里 脚在那里 还在抖来抖去的 好像活得要 为什么这样的 你觉得视觉的错误吗 他在表演艺术 所以基督徒可以耍魔术 那不是骗人 骗人是魔鬼撒战来的 基督徒 耶稣也说 你看到那个女人放眼 你把她右眼给挖出来 你看谁挖过右眼 这是什么修持方法 这是什么修持方法 你经过谁挖过右眼 夸张了 对 你只要修 因为人的文学 有点知识 要不然怎么样 就瞎解圣经了 这就会误会别人 要骗人的 你怎么能够骗人 来骗我了 你这些耶稣怎么还骗我了 这不是骗人 这是魔术的表演艺术 这是文学的夸张艺术 耶稣讲的也就是夸张的艺术 跟这里一样子 狮子再怎么好 叶子也不会掉下来 放心 再后 女高音男高音都不会把树叶给掉下来 长脸大饿 短腿的动物垂下头 满嘴白目 口齿不清的 说明自己是一头驴子 一头倒霉的驴子 被人饿了三天之后 他差点打断了腿 现在胖套了 人是最坏的动物 他控诉 小狮子要为驴子复仇 于是一前一后结霸无形 紧接着碰到的动物 背上有一巨大的肿块 你是人吗 狮子大声呼叫 种入了树林的叶子 背着肿块的动物 生泪俱下 把这语吵醒一下 生泪俱下 眼睛说话的时候 嘴巴说话的时候 发出声音的时候 眼泪落下来了 就生泪俱下 他当然不是 他被人欺凌的 咽咽一息 咽咽一息 最后一口气了 那连傻尿的自由都不给他 背着肿块的动物 生泪俱下 他当然不是 本人领略的奄奄一息 那连傻尿的自由 骆驼凤凤的说 翻起他的罪层 人是最坏的动物 最后碰到一个 用两条腿直立而行的动物 吹着口哨 驴子和骆驼已经下着锅锁 堵到树林里去了 狮子大吼一声 你是人吗 叶子落了一地 那两条腿的动物 不慌不忙的说 我是个魔将 我不是人 小狮子有点的邪气 但还是问了一句 魔将能追兔子吗 魔将说 他不会追兔子 但是能做党风党雨的房子 于是狮子愿意 他就可以马上做一个送给他 小狮子骄傲的点点头 木将卸下背上的工具上 乒乒乓乓乓乓 写一下啊 乒乓球啊 乒乓乓乓乓 敲打起来 不一会儿就制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漠火 他对小狮子说 隔粮生产 请跳进去 试试 狮子一跃而入 木将说 爬下来 把尾巴也收进去 我要试试盖子 密不密 透不透气 狮子趴下 将尾巴收进入盒里 木将将盖子盖上 四周敲下钉子 敲得乒乒乓乓的 很用力气 很用力气 那木盒子正盖得既严密 却又透气 木将把木盒连同石子 卖给了马西团 驴子和骆驼在一旁 看着墨登口袋 要决定何去何从了 驴子说 其实跟人在一起 有水喝有料吃 把墨登口袋操现一下 虽然不自由 日子还是蒙破的 路途称奴隶 路途 这是我写的字 路途以前是奴隶 现在变成奴才了 什么叫奴隶呢 奴隶是心不甘情不悦 但是没办法听你的话 叫奴隶 奴才是甘心奴义 但奴隶叫奴才 奴隶不是奴才 奴才不是奴隶 虽然都是奴 奴隶是没有办法的 奴才是甘心奴义的 说那些叛逃在外 也不是什么东西 咱们还是跟人走吧 木匠就把工具箱 拖在骆驼背上 骑上驴子 得意洋洋的上路了 随着口哨 我猜想那马歇团和狮子 后来转到了上海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个预言故事 这个预言故事说明人是 人有什么本性呢 人的本性是什么 诡诈 诡诈对 人有诡诈的本性 人性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这个预言故事呢 就是比喻人是怎么诡诈的 而动物呢 又是这么堕落的 这么愚昧的 狮子很厉害 但是呢 他不够聪明 还是被这个呢 人呢 关到笼子里的 卖给马戏团 骆驼和驴子啊 虽然从马戏团里跑出来 但是他生活很艰难 他生活很艰难 所以怎么样呢 还是回到马戏团 那马戏团呢 有试的 骆驼和驴子 以前是奴隶 现在呢 变成了奴才 这是讲谁呀 宝贝 他们在讲谁呀 人还在讲谁呀 讲中国人 讲我们中国大陆的人 那些当官的 有钱的 是马戏团 我们中国就像一个马戏团 我们普通老百姓呢 以后两种 一种是骆驼 一种是驴 可以走啊 骆驼和驴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是那些反胖的人 被抓起来 就变成了狮子 什么用 叫我们很愚昧 我们中间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人呢 像骆驼 有些人呢 像驴子 智商不高啊 考不上大学 只能够出生毕业节去打工 他们呢 像驴子一样的 有一些人呢 像白领 什么白领呢 他们能大学毕业啊 能够把硕士研究生 能够当医生 能够做工程师 他们像骆驼一样 还有一些人呢 很厉害 能当律师啊 能够做那个什么呢 当律师啊 还有做知识分子啊 写文章啊 还能够出名的 在喊他们呢 像狮子一样的 但最终呢 都是马戏团里头 这是在讽刺我们 讽刺我们 不是 不管讽刺你爸爸 讽刺你小老师 讽刺我这社会里头的人 多不愚昧呢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故事啊 再来一个故事啊 有点 寓意啊 就是抑郁的意思 有点寓意啊 每次在中国大陆出书 都不得说明 这本书的文字经过删改 有些文字根本全篇册下 不留痕迹 这本书已经进了啊 这本书叫做啊 这个动荡的世界 我建议你爸爸妈妈 如果可以的话啊 如果你是中学生的 小学你就看不懂了 如果你是中学生的话啊 叫你爸爸妈妈给你买一本啊 至少你爸爸妈妈 我是推进来看一下的 先推进你爸爸妈妈看一下 如果你爸爸妈妈喜欢呢 再推进给你看 你爸爸妈妈自己都不喜欢了 就给你看了 六年只能看吗 六年只能看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的分辨能力如何 因为它是不信主的 能不能看是不信主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 因为我不了解你 我建议你爸爸妈妈写看 好不好 爸爸妈妈喜欢看 再给你看 所有的同学都这么建议的 爸爸妈妈妈写看 有些文字根本全篇测下不留痕迹 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努力删得更多 也就是书也就是石头布的石石子 你听不见他的吼声 死叶子震动 腾腾落下 但自己的时代 自己明白 图腾谎 真相如何理清是美国人的事情 他这里讲了三马四 第一讲了一个狮子的故事 第二讲了一个石头狮子 第二个讲了一个预言故事 第三讲的是他的书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情况 都是被删改 有的删的一点的痕迹都没有 他的作品在人的眼里 不过是一头石石子 你听不见他的吼声 也看不见他叶子什么震动落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图痛 充满谎言 那么怎样去寻求真相呢 轮音台女士没有讲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 我帮不上马满 他也是个知识分子 对不对 他是个教书的老师 或者加上个文化局局长 他能够帮你什么 你怎样明白真相 你怎么寻求真理 谁能帮你 你的自己能 不要被人欺骗 这些文章就写完了 这篇文章写在1998年8月2号写 他最终的写作的目的 是告诉中国大陆的读者 你所读到的荣应台的文章 是曲头掐尾的诗字 不是真实的原版的作品 但是还是有意义的 能够出版怎么样呢 至少我的书就不能出版了 我对书只能在香港出 现在香港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出了 你整个大陆不能够出版了 我也找个人帮忙 帮不上帝兄姐妹帮不上我 至少你知道诗子的存在了 对不对 虽然你见到的诗子是个假诗子 是个石头诗子 但是你至少知道有诗子 你可以去追寻 什么是真实的诗子 求求连连帮助我们 帮助你 帮助我 因为我也生活在中国这边 我除了读圣经以外 我的社会见识也是很少的 我只不过比一般人喜欢读书 也没有什么 如果我跟多数人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我是五次的 我知道我被人家骗了 我知道很多人很多很多人忽悠我 我很渴望知道真实 我很渴望走向世界 到个底去看一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当作财力和物力都有限 只能求主怜悯 你们也是一样的 你们同学们也是一样的 你的父母爸爸妈妈也是一样的 不要说孩子们要学习 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爸爸妈妈就不要吗 只要孩子们去了就行 这本书这个动端的世界 我首先推荐给你父母看 我们是搞古典教育的 我们上的课最低要求没有最高要求 最低要求怎么样 你没看得懂 你不识字你过来看什么来 你这七岁的小朋友听我这个课怎么听 而字都是不识 他说八岁 他可能听说我儿子九岁我都没让他来听 为什么呢 我怕他听不明白 我不早就讲慢一点的关系 那方面他也没做一个 他有时候你在那里听 但是我不要求他做呀 你有兴趣你就听 因为年龄太小了 最后你作为父母 因为孩子是小孩 你给他多少建设就多少建设 要带着他出去走 我是能力有限 但是如果有机会 我走到哪里都带着我的儿子和女儿 去建设一下 不完全属于行万里路 不要丢下自己的儿女 叫个老师 老师就上个课 有人给你带着我的建设 大家出去读建设 圣经上说 我所祷告的 愿你们的爱心 在各样知识和见识上面 读而有的 是你能够分辨是非 少有或者没有 过反直到主耶稣 基督再来的日子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这些文章我们读完了 好 我们来欣赏他的优点 大家回忆一下 这篇文章有什么优点 这文章里有什么优点吗 你学到什么东西 我同学拿到同学讲一讲 我把视频打开 这种东西你学到什么 同学说一下 我把屏幕打开 你学到什么东西啊 同学吗 在龙焰台女士这篇文章里 你学到什么东西 他呢有很多地方解释的比较好 他解释的很好 一些词语啊什么 他解释的很好 很好 收集你讲什么 许多地方解释的很好 不错 还有吗 你还心想什么 他解释的预言故事 比较会用比喻 他 印了 还有吗 老师我觉得他写了这个 第一个故事 你能告诉我 说不要只去相信别人告诉你的 要自己去查找真相 对 老师我觉得他把 等一下啊 就是很多 自己去看这真相 很好 他把很多道理 用很巧妙的方式表达出来 对 嗯 不错啊 还要吗 他表达了一个人的本性 他很深入浅出 嗯 嗯 不错啊 所以讲得很好啊 还要吗 还有吗 老师我感觉他就是在 他虽然没有说 就是以这个 现在的这个中国来说 但是呢 他反映的就是 比现在的中国的 现在的情况 嗯 还要不错啊 每个同学 你就谈谈你的看法 谈谈你的看法 挺好的啊 但就归纳之后挺好的 对 就你欣赏他什么 就是什么 你欣赏他的东西 以后你就会来学到 你就去 去琢磨啊 同学们讲得很好啊 那你们不讲了 剩下的就我讲了啊 首先啊 我把它 第一个呢 内容方面啊 这是内容方面的啊 内容 内容方面呢 内容啊 第二个呢 这是形式啊 这形式就是呢 就是方法 他写出的方法 那写出内容方面呢 我给大家不要相信别人告诉自己 他探求真相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读万诀书 行呢 万里路 就这个意思 你要去看 去追求真相 这里呢 他呢 形容了啊 人性的诡诈 本来问他是不是人啊 他说我是木匠 这里呢 表达了中国的现状 他是提醒人 提醒我们啊 追求来 真相啊 你要去追求真相 这些是怎么样的啊 不管你是信耶稣的 还是不信耶稣的啊 你说这边土区上面 我们生活就诡诈了社会里 你要首先分明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就不要了 当然啊 他解释的很 就是说啊 很好啊 能够深入浅处啊 这两句话和在一起啊 就把很多的道理啊 讲得通所欲深入浅处啊 哪些道理讲得很清楚啊 比如说啊 人啊 人的诡诈啊 还有呢 狮子啊 狮 狮子和真 狮子的差异等等的 他们解释的很好啊 他的预言故事 我们用比喻啊 预言故事呢 很会讲故事啊 讲两句话 预言故事啊 有开始 有过程 有结束啊 还有呢 感悟和评论啊 你推一下 我这个没问题啊 你推一下 他很会讲故事 有过程 有结束 有开始 还有感悟和评论啊 然后呢 他有很多的道理啊 用巧妙的方式的 他没有正面的批评 你如果正面的批评怎么样呢 这文章对不对 不能够发表 就是我昨天写些 有一些文字啊 你必须应计 一些文笔啊 就是文笔要怎么样呢 要巧妙 有些话你不能够怎么样 正面的说 但是你可侧面的讲 还是可以讲的嘛 好 那么这篇文章呢 有什么呢 我问大家 请问耶稣到世界 哪些地方旅游过 到哪些地方旅游过 北京河南 耶稣到河南来过 耶稣去过你们河南 耶稣去过希腊 再想一想 你读诗福音说 你们没读过圣经 没读完过 夏老师 我读完过圣经 耶稣基督好像 没有去任何地方旅游 他一直就在犹太地传道 犹太地传道 讲了一点 耶稣 只去过埃及 在不到一岁的时候 就是一直出国 然后呢 他是哪里长大的 他出生于伯利恒 在哪里长大 在拿撒勒长大的 在拿撒勒 在犹太的外边加利利 他基本上呢 就是在哪个地方 最远的地方 就是加利利 北边 在南边呢 就是耶路撒勒 他生活的地方是很小的 那他怎么有见识 能够追求真实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康德 他为什么能够这样 康德是个哲学家 也是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他一辈子来生活在他家乡的小镇里 在那里教书 每天早上吃饭 中午下午散步都是准时的 如果你的家的手表不准的话 你就看他 什么时候 逛街 你就知道几点几十分了 他这么准时 但是他的外号就是世界公民 整个欧洲古典哲学的高峰 带来哥本尼式的革命 当然天上的一个星云了 也是他发现的 天文学上面星云了 数学方面的成就我不太了解了 是他发现了 那他怎么知道这些真相的 他没有到处读完整书 也没有行完领路 这些人 从我们的九页书 大家你上我这个课 甚至这时候 你看中学的话 圣经再读两遍以上 上我这个小学生再来的话 你再说圣经读一遍以上 被讲那些根本好像没读过圣经的人一样的 那你就太让人感觉很悲伤 加把油好不好 如果你圣经还没读完的话 加油读 那为什么康德有人知道这一点 中国的孔子则有列国 这列国人打开中国地图 不就是山东 荷兰 河北 安徽邓 还是江苏北部 他又去了多少地方 他为什么成为世界文化名人 我先不说他你喜不喜欢儒家思想 他为什么还会成为 那为什么 就是他文章的部分 一个人出远 我不是说读书 我这次给大家一个思考一个问题 人的道理都是相对的 一个人出远 比如说我们需要上世界历史 我有没有机会今天给大家上完了法国 明天我们再去法国旅游 后来下一个礼拜 下一个月我们上英国的历史 然后我们去英国旅游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可不可以 哪有那么多钱对不对 反正我们家是没这么多钱 成本不是太高了 我们上美国历史的时候 然后到美国去旅游一个礼拜回来 我上了 然后我们去非洲旅游一趟 然后去参观了 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知道我没这么钱才 我不相信你们家也有这么多钱才 你还得学啊对吧 这个事情不完全输入行万里落 是绝对应该的 但是我们首先是 你要追求真实 你里面 最关键的是 你里头有一口渴望诚实 正直的 有诚实正直的心 虽然这是相对的 因为有些罪人 叫康德 孔子 这是相对的 有相对的正直 有相对的诚实 相对的正直 渴望真相的心 你一定要这个心 你不一定 因为你心万里落 万里多理 它也是有限的 有一些人全世界去旅行 他能看到什么东西 因为他里面的心不诚实 不正直 他看到的也是歪曲 有一个人问康德维 为什么美国人 英国人老外 见到了皇帝 见到上官不下跪 为什么不下跪 康德维当时周游了美国 他受了个物俗变法的时候 对不起 就下课了 都死于下课了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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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点 哎呀 就是这 他说是膝盖的问题 美国人膝盖不适合你下跪 是这个原因吗 第二个 不是吧 西方人他肯定 也不是膝盖 当然是荒唐对吧 太荒唐了 应该是他们应该不懂 我就记得有一个外国人 他来了中国 结果他穿了黄色衣服 结果就镇上的所有 所有人都过来把他衣服给扒了 然后呢 之后不知道拿去哪了 之后呢 他就 那个西方人就问 那个有的衣服这样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 他就是呢 反正就是呢 他是一个历史上人 各位同学 我可能你的理解也要慢点 等待你一下 时间到了 我不能再讲了 真实的心 一个诚实和政治的心 才有意义 还有第二个 四篇四十三篇告诉我们 你要明白真实 学神的话语 我们人都是见识人 威斯敏斯特第一章 我们靠自然之光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一 第一节 就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光着才明白真实 知道吗 如果没有真实 你看到的还会是假的 你看不到神的工作 看不到上帝的领域 这个稍微讲 这就是因为文字真的不足 当然我们不能跟更多的要求 有个作业发给大家 刚才有个讲这个问题 讲的太多了 再有个作业呢 你模仿 成十四次出发 你再可以写一个故事 好不好 这个作业 我们做解说祷告 因为时间耽误大家太多了 不好 我看大家留言 有一个模仿 搞得我这个也是耽误一些 不必要的耽误的时间 我们做解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就是帮助我们追求真相 可望真相 文章的作家 能源台女士提供了 告诉我们中国大陆的现场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实诗子 不是真实的诗子 我们的周围 成本了谎言 我们成本了人性的诡诈 我们需要去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但主啊 你的灵光照我们 就像光照世人一样的话 你的话语是我们矫情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也是我们里面有个诚实 和政治的心去学习 否则我们看到的生活真相 就是扭曲的 就像康尤为一样的 觉得美国人不能够磕头 是因为他们的膝盖问题 主啊 灵敏和看顾我们 不至于陷入愚昧当中 主啊 帮助我们 写好文章 特别是学习如何讲好故事 把瓜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情 阿们